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神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让你的私恩言文 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 我们知道我们是无用处 但是神啊 靠着你的恩典 我们得大大的给你的使用 在我们每一天 我们的生命里面 得大是来荣耀你 我们得大是来做你 用我们做的事工 主 我们牵逼你到你面前 乃是来拯救你 亲自的你 带领我们 我们有软弱 大神啊 来各位刚强的主 就是因为你的刚强 让我们得到的每一天 就是因为你的那个私恩 你的怜悯 让我们有更好更好的每一天 主耶稣在这个患难的时候 我们得依靠你 但是是我们的福分 让我们知道 你是各位不离不弃的神 最主要的主耶稣 让更多的人 从我们的生命里面 看到你的荣耀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就着 成为你的刚 让你的这个刚得主要到更加未认识你的人 主 让你的心意成为我们的心意 主耶稣 我们祈求你 你亲自的你带领我们 我们将我们每个人 恭敬的交代在你手中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更加的接近你 更加的你 亲近你 主耶稣 我们祈求你 亲自给你带领我们 我们将这个聚会都完全交代给你神 我们祈求我们所 敬拜赞美 所听的一切 主耶稣 是合你的心意 能够得到你的喜悦的 主耶稣 我们将每个人 交代在你手中 奉耶稣 永远地祈求 Amen Hallelujah 弟兄姊妹 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都是基督徒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神的心意是什么 谁最主要的神的心意就是我们要每天的亲近去 我们爱人如己 我们要见证真理 真理是什么 主耶稣就是那位永活的神 所以我们问一下自己 我们在生命里面 我们有没有见证过这个真理 就是或者我们做基督徒 就是算了 每天就是这样过着过着 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想一想 我们有没有见证真理 支持 将这个福音传给给人 尤其是十二月要来到 所以我很鼓励大家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来传福音 因为普天都庆祝圣诞节 但是很多时候你看到现在圣诞节的报纸 不是六 就是圣诞人 圣诞老人 其实这些和圣诞节是完全毫无关系的 但是很多人现在已经有很多不同的概念 什么是圣诞节 但是他们忘记了这个是其实纪念 主耶稣的诞生 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兄姊妹用这个圣诞节 这个我们可以叫藉口 来分享耶稣的爱 也可以带他们来教会 刚好我们这个十二月二十五日是礼拜日 所以你们可以用这个所谓的借口 说我们圣诞节 我们教会也可以有一些节目 叫他们一起来试一下 什么是圣诞节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我们神的心意 不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但是神的心意是我们要见证真理 惊醒祷告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心意 让神的心意成为我们的心意 感谢主 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的敬拜 我们是主 神是恩 怎请教我 让我得知世人犯了罪 心打开 接受你的爱 记得心思如连都一日放开 从今天起立志 愿你一生终行大使命 不幼稚 献尽每分秒 静醒祷告我人 如己见证真理 爱是行够忍耐 爱是永不辞食 愿一生爱你 尽你命 愿你逃走我成你的心意 神是恩 怎请教我 让我得知世人犯了罪 心打开 接受你的爱 记得心思如连都一日放开 从今天起立志 愿我一生进行大使命 不幼稚 献尽每分秒 静醒祷告我人 如己见证真理 爱是行够忍耐 爱是永不自食 愿一生爱你 尽你命 愿你逃走我成你的心意 神是恩 怎请教我 愿我得知世人犯了罪 心打开 接受你的爱 记得心思如连都一日放开 从今天起立志 愿我一生进行大使命 不幼稚 献尽每分秒 静醒祷告我愿意 既见证真理 见证真理 爱是行够忍耐 爱是永不自食 愿一生爱你 尽你命 愿你逃走我成你的心意 爱是行够忍耐 爱是永不自食 愿一生爱你 尽你命 愿你逃走我成你的心意 神啊 愿你 Gary 愿你逃走你希望 是愛深於深海 媽媽這個敬拜歌 祝祢 在祢店裡住一天 聖個別處住千天 因為祢像我豐富恩典 是祢赦免我歌返 以後我我深深處 用盡我一生 榮耀祢大愛 神啊 願祢信高 高於主天 每個角度全是祢的神啊 願祢慈愛深於深海 媽媽這個敬拜歌 祝祢 在祢店裡住一天 聖個別處住千天 因為祢像我豐富恩典 是祢赦免我歌返 以後我我深深處 用盡我一生 回應祢大愛 在祢店裡住一天 聖個別處住千天 因為祢像我豐富恩典 是祢賢典 是祢赦免我歌返 以後我我深深處 用盡我一生 榮耀祢大愛 在祢店裡住一天 聖個別處住千天 因為祢賢典 因為祢賢典 我豐富恩典 是祢赦免我歌返 因為祢賢典 以後我我深深處 用盡我一生 用盡我一生 回應祢大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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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主耶穌 祢的恩典 是救我們的用盡 無論我們遇到 什麼困難 主耶穌 祢都賜我們平安 我們平衡 我們的一生 因為我們最愛的 乃士是祢 阿弥陀 你的恩典 每千塊我用 總有困難 也不會逃避 有祢與我一起 我玩具怕什麼 使我勇氣 去改變自己 去改變自己 阿弥陀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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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一生 家人最愛是你 為了你 為了你 我願將一切抛棄 為了你 我願將一切抛棄 耶穌 為了你 我願將一切抛棄 耶穌 总有困难 也不会逃避 由你与我一起 我换句话什么 似我勇气 去改变自己 啊耶稣 耶稣 耶稣 奉献一生 佳人最爱是你 为了你 我愿将一切抛弃 耶稣 我要得着你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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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一生 佳人最爱是你 为了你 我愿将一切抛弃 耶稣 我要得着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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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一生 佳人最爱是你 为了你 我愿将一切抛弃 耶稣 我要得着你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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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一生 佳人最爱是你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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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 ch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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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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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一生 一样就爱是你 为了你 我愿意 一切抛弃 耶稣 我愿意 得着你 耶稣 我愿意 得着你 我愿意 决定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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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着你 我愿意 得着你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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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hihai pui da bii zan me Karararaba shantaraba ki Daraba Kararaba shantaraba ki Daraba shantaraba ki Daraba shantaraba Garararaba shantaraba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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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赛亚书 这样说到 直到你们连老 我患事一样 直到你们发白 我认是怀抱你 我以前激然这样作 以后我认必提白你 我必怀抱你 我必拯救你 感谢主的应许 我们知道我们信靠我们的主 祂得陪我们 每一个春夏秋冬 阿们 阿们 历经风流人心中 更清楚你在保身 在过去和永远 仍是信靠你恩仇 度过岁月成长中 更加深切莫恩仇 更加深切莫恩仇 是你最念灵敏我 主耶稀 你最念灵敏我 你说始终会伴我 秋冬春雨下 同我保守我 人度一生 信靠人主那句帮 经多少变幻 信靠主那句帮 信靠主我 永远被怀抱 历经风流人心中 更清楚你在保守 在过去和永远 仍是信靠主帮 信靠你恩仇 你最念灵敏我 你说始终会伴我 你最念灵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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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神 永远被怀抱 祢永不舍弃我 永远与我一起 心笑清早 祢亦陪我歌 过去今天如何 有祢恩典家多 这一切也靠着神夸歌 祢书始终会伴我 秋冬春雨下 爱我保守我 人度一生 信靠人主那句怕 经多少变幻 信靠主我神 永远被怀抱 祢弃我 永远被怀抱 祢书始终会伴我 秋冬春雨下 爱我保守我 人度一生 信靠人主那句话 经多少变幻 信靠主我神 永远被我扑 你说始终会伴我 走到春雨下 爱我保守我 人道一生 信靠人主那句话 经多少变幻 信靠主我神 永远被怀抱 信靠主我神 永远被怀抱 Hallelujah 主耶稣你所认许的 你所说的我必怀抱你 我必拯救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有这个福气 和你一切度过 每个春夏秋冬 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来纪念你 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受的边伤 让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福气 主耶稣 这个时候我们亲自的来审策自己 让我们有什么得罪人得罪神的 主耶稣 亲自的来圣灭我们 我们来到这个十架前 来纪念你 每天想到十架的爱 耶稣 耶稣甘信 社税受害 在父命里 何堪念记 陈世倾挂 也各个社系 永生福气 是我拥有 心痛苦悔 任主封闭 征原 jun millして 尽大尊 也无疑 Ay covering 尽管 征迫 他们 征迫 追查 这爱的 心口 哈利亚 海上的饼和杯 是预表耶稣的 补血 身体为我们流出 为我们破碎 这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来纪念主 神为我 变大为我人 没有主 今天有何人 为我献 求人 十家中 丧身 为何 我心 我心 未闻 您为我 牺牲 为我主 没有主 此刻 有碎人 难忘 难忘 主 救人 为众生 牺牺牲 牺牲 此刻 心中 人 心 心 哪日 可 可 常 患 福音 今天 可 全 愿疆 憑着爱主心 没有天边羹 此爱仍然心内人 您为我 牺牲为我主 没有处此刻有碎人 难忘主救人 为众生牺牲 此外此刻心中人 难忘主救人 为众生牺牲 此外此刻心中人 我们一起拿起这个饼 等于表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 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来一起来领受 这一杯是耶稣的补血 为我们流出 我们一起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 我亲爱你祷告 主想我感谢你 让我们有这个福分 来认识你 让我们来简算 主让我们 在我们每一天 我们得做出 踏到你心意的事情 让我们更加的厚发基督 让我们警醒祷告 爱人如己 见证真理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将每个人交代手中 奉耶稣的名 今祈求 各位大兄姐妹 早晨 平安 今天是十一月的最后一个主日 很快就进入十二月了 十二月就想到什么呢 圣诞节 圣诞节 有一些在打工的 就想花红 花红 就想什么呢 拿假 很多人今年还未出国 就可以拿假休息一下 十二月呢 教会有很多的节目 所以首先 想问一下大家 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人是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到我们聚会的呢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要继续努力 在十二月 很多日子可以请新来的朋友的 好吗 首先 首先是十二月十八号 十二月十八号 我们看一下报告 下午呢 下午呢 十二月十八号的下午 一点四十五分 就是我们的下午的聚会 我们请了 突破宣渡之家的重判人 同时是他们的总陀主 梁西门牧师 来跟我们报道 之前 就是说十二点半到一点半 我们在教会楼下 就是以前的 后面的停车场那里 有午餐的招待 十二月十八号 可以请你朋友来参加 那要跟我拿一张 招待 因为你要计人数 知道要准备 几多的食物 如果不够就麻烦了 所以 下个星期开始 会给大家 跟我们拿票 这个是下午的 那我们都记得 上午的大兄姊妹 所以 一个星期后 十二月二十五号 看一下 我们都在准备的 上午聚会 八点四十五号到十点 在这里 我们请了 林恩爱姐妹 她从次在 中秋节的时候 到我们下午聚会 做报道的 今次她来下重咒的聚会 所以 她会有唱歌的 还有她有很很很大的见证 我们在 聚会之后 有七点招待的 所以一用 请大家 下个星期开始 下个主日开始 会后可以跟我拿票 拿票 要给大家 请朋友 同时给我们知道 要准备几多食物 那票 就意思意思 一张票 一元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要祈祷 为你们的参戏朋友 你的邻居祈祷 可以请他们一起来听 听歌 听见证 一起吃 圣诞的 大餐 十二月二十五号 是正日 要吃 那 不是 每天都要吃 不是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是中英文的 如果你的朋友 亲戚 或者你的邻居 他们不是 拱风人 他们不懂得 广东话 不要紧 12月24号 可以请他们来 参加我们的 中英文的 圣诞报导会 叫做 马草里的 君王 是 星期六 12月24号 下周 四点半 下周四点半 到六点半 之后 可以 吃 晚餐 这个 就贵点了 这个是 一个人 八元 八元 如果要拿票 下周日开始 跟我买票 这个是八元 有一刻 好像很小 的吉他 这样的演奏 是我带领的 还有 做见证 还有一个 福音的 好像叫做 单人的 相声 相声 这样 好 所以我们有三场 三场的 圣诞报导会 给大家有机会 请朋友 大家一定要 尽力 请朋友 好 还有我们当中 有一些 同工 同工就是 一起服侍神的 无论你在 什么的 时工 什么的 风释 事奉神 我们在 我们在今年 12月31号 就恢复 我们的同工之夜 已经有差不多两年 没有了 所以 我们给了那些 同工的卡 请大家 最迟 下个星期 可以给我们的卡 让我们知道 你来得 或者是不来得 因为我们都要准备 食物 都希望 不用 不够 或者是 不用 准备太多 那就浓费了 过了同工之夜之后 冬吻 12月31号 9点半 到10点半 在教会里面 有一个 年终的 祈祷会 希望大家都可以来 参加 好了 今集 请我们的总佬 送来 跟我们分享 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在 12月 很多 很多 食的东西 食的事 对不对 18号 25号 31号 每一天 都可以食 连24号 都可以食 但是 我们要注意 很多病 是从哪里来的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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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的话 一直 吃 很多 很多的原因 但是 好像你 你喜欢吃 某一样东西 吃多了 就会发生某种病 所以我们就是要小心 救生 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智慧 我们吃 真的要吃 每一个人都要吃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怎么吃得健康 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 我们真的病了 我们又怎么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 我们祷告得医治 我们祷告得医治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有这样的 就是 祷告之后 很多时候我们 好像没有看到神 为什么没有医治我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 就是 最重要的几件事 如果我们天天去思想 将神的话 放在我们心中 我们能够溶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 在我这几天的时间 我一直思想 这种事 为什么我会思想 祷告得医治呢? 本来我在 在全个拜心 是要分拥 在祷告会分拥 但是呢 神就给我病了 中了观病 那这几天的时间 我就去思想 思想神的话 祷告得医治 很多人 祷告不得医治 他们就说 因为你没有信心 因为你没有信心 你的信心不够 所以你的祷告 就不会到神的面前 但是我的看法 就不一用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 来到神的面前的人 他们肯有 多少都有信心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 你怎么会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圣经都跟我们说 你的信心 如果好像 计算的种子的话 好像这么小 你知道计算的种子 有多大吗? 你知道吗? 如果去过以色列的人 就知道了 他们就看见 计算的种子 真的很小 小到一个地步 你吹一下就飞了 真的很小 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比喻了 如果你有信心 好像计算的种子 你的病就得到医治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定有信心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怎么会来到神的面前求 这段经文就和我们讲到这个信心 他说 希伯雷诗第十一章第六节 他说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 想次那尋求祂的人 这里我们看到三个信 第一个人非有信 第二个来到神面前的人 必须信有神 第三个是信他 想次那尋求祂的人 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三个信 我们先做一个祈祷 我们靠神来帮助我们 亲爱你的天父 我们真是将我们自己 救在你手中 不论我们何时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求你 不但听我们的祈祷 你都亲自来医治 在我们当中 或者我们自己有病 我们靠神你亲自医治 不但医治我们的病 你都解决我们心中一切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带着信心 盼着信心 来到你的面前 求神你亲自来祝福 这段时间 我们这样的同心祈祷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要思想这段经文 因为他说 人非有信 不能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有信 这个信是讲到什么 就是信耶稣 信神 信上帝 信耶稣的救恩 所以第一个信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第二个信 他说 人来到神的面前 必须信有神 这个信有神 就是信神的同在 神和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神在我们的当中 神住在我心中 我住在神 耶稣的心中 这个信有神 就是信神的同在 我们都有 我们都信神 你是住在我心中 我都住在你里面 我们都信有 相信神 第三个信 我求的事 所以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 神的话很重要 就是你思想的时候 你要将这段经文 思想到进入你的心中 就是你能够用出来 就是好像很多人 他们读书 读了很多书 他们思想要如何谦卑 要思想如何说话 当他们看见 他们的书中所说的话 他们思想的时候 它就融在他们的生活之中 这个就是 我们读圣经都是一用 我们要思想神的话 思想到一个地步 就是神的话 就好像我们的生命 就是留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才是能够用的 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件事 我们要思想神的话 第二件事是什么 第二件事 就是让我们看到 神的话很重要 神的话 刚才我说到 要相信神 希伯雷诗第十一章第六节 要相信神的话 这里就讲到 好像诗篇第十八零七篇 讲到什么 他说他发出命令 就是医治他们 这个发出命令 就是神的话 神的话一出去的话 就是医治人 在劳卡福音第一章三十七节 他就讲到 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 就是说到神的话 是每一句都是有能力 但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用神的话 好像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们虽然相信神的话 但是没有将神的话 放在我们的心中 就是说没有将神的话 入到我们心里面 成为我们自己的话 所以当这句话 成为你的话的时候 你就有这样的能力 有这样的权柄 所以神的话一出去 他就会医治他们 去赏免你一切的罪业 医治你一切的疾病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 其实是很有能力 我们要操练 就是说我们要思想神的话 思想之后我们要操练 当我们操练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原来神的话是有能力 好像 有被我思想一句神的经文 思想思想 那我去到哪里呢 就很奇妙 当我用这段的经文 去到哪里的时候 传福音 那个人一定信耶稣 哇 这个真的很奇妙 我就是用神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那些贫穷的人 这个是《勞家福音》第四章 当我用这段经文思想思想的时候 这段经文就好像是我的 那我去到医院 传福音给一个 还了爱知病的人 我就跟他说了 你要信耶稣 因为爱知病的人 很多时候他们以为 好像神对他们很不公平 好像 为什么是我中了这样的病 这个病人 就是差不多到末期了 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 我就用这段的经文 在我心中思想 神的灵在我心中 神用你的高高无望 我就传福音给他 叫他得到这个祝福 当我用这段经文 跟他翻译 就是思想的时候 我就跟他翻译这个福音 很快很快 他就接受了耶稣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你要神的话 在你的心中 发挥他的俗用 你就要终神的话 放在你的心中 日夜的思想 这个很重要 我们不用要很多的经文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我们懂得的经文不多 没有相关 每一段的经文 都有他的能力 但是当你日夜思想的时候 这段经文就成为你的经文 我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周勇之在韩国 他这家主帝的教会 他的外母 周勇之的外母 这个牧师的外母 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但是他很喜欢祈祷 他祈祷的时候 他就用一段的经文 这段经文就是 就是很普通的 其实很多人都懂得这段经文 经文是这么说 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 沉走就沉建 开门就给你开门 这个是在 马太福音第七节里面所说的 是不是很简单 你我都懂 祈求就给你了 沉走就沉建 敲门就给你开门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用这段经文 祈祷 为什么神你没有开门 为什么神你没有听我祈祷 但是这个周勇之的外母 他就无论去到哪里 你叫他讲道都好 叫他分享都好 他就用这段的经文 一直讲一直讲 讲到这段的经文 好像是他自己的 所以他充满了 这个土告神 如果你有听过 在韩国有一个土告神 就是这个周勇之的外母 创办 是不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不是 是不是做生意的 又不是 是做什么 一个家庭主父 但是他就创办了这个 土告神 因为他就用这段经文 一直土告土告到 成为他的经文 所以大兄姊妹 神的话 就是有带着那个能力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要懂得 怎么用神的话 所以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神的话 出于神的话 每一个都得到 都有能力 神的话一出去的话 他就会医治病人 这个就是第二个 第三个我们要看的是 我们有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有一些感觉 有时候我们虽然说 我们是有信心 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些感觉 神 很奇妙的 好像 我们 怎么知道神和我们同在 神就给我们一些感觉 什么感觉呢 就是平安 出于人以外的平安 就住在你心中 你就知道神和我们同在 如果我们遇到很多事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祈祷神 你和我同在 神你帮助我 你听我祈祷 很奇妙的事就是 神的平安进入你里面 你会知道的 哇 这个平安 超乎我所想 我所求的 你就知道 神和你同在 我们要办一些事 我们要做一些事 我们要做的时候 我们忽然间 我们会感觉到 我们会和他们说 哎呀 我心中没有平安 这个没有平安 不是发生什么事 是因为神跟你说 你不做得做这件事 所以你心中就没有平安了 就是好像 有些人 他很想偷野 他去到北伙公司 又好 他很想偷野 当他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忽然间他心中就感觉到 哎呀 我心中没有平安 这个就是神跟你说 不做得这样做 所以神的平安 就给我们一个感觉 那么这个医治方面 神都要给我们一些感觉 这个感觉是什么 这个感觉就是 亚国诗第五章里面所说的 亚国诗第五章 他说到什么 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 亚国诗第五章 第十七章 他说 你们中间有病的人 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 拥有抹他 为他祈祷 出于信心的祈祷 就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 也必蒙射面 这个是什么 拥有抹人 是很平常的事 不是一定要长老末 这个油 这个油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油 很多人认为 我要用感染油 其实不用的 就是很像一个普通的人 我说过 在我去中国的时候 我赶鬼 当我赶鬼 赶到一个时候 这个鬼都不出来 但是我们又没有时间了 我就跟神说 神啊 我说我没有时间了 如果你没有叫他出来 我就要走了 我就跟神不敢说 但是神 我就问神 那我要怎样 神就跟我说 你用油 用油来抹 我说用油 我们都没有大简单油 他说 什么油都可以 我就跟他们说 有没有菜油 煮菜的油 他说有 就拿了一些油 我拿了这个油 就这样碰一下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就高在这个 这个被鬼迈住的人身上 一高它 它就说我出去了 就很简单 你说要用感染油 不用了 因为这些油是这样的 当我们献给神的时候 这个油 就有它的恩膏在那里 不论是什么油 你献给神 求神祝福 就有这个恩膏 那我们将自己献给神 神就会给我们 这样的能力 不是一定要长老 所以圣经是讲到长老 这个是意思 神给他这个权柄 但是神都给我们 每一个人 同用的权柄 好像在马可福音里面说 他说 信的人必有什么 神即其事 跟随他们 谁是信的人 就是我们 信的人必有神即其事 跟随他们 这个是马可福音第十六章 他里面 接下去还说多一句 这句话 真的很多人 很少用的 信的人必有神即其事 随着他们 就是逢我的名 赶鬼 说封身封言 守哪舍 欲 何有什么毒物 都不必会受害 守岸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这个是讲到谁 信的人 这个不是讲到 长老 不是讲到 执事 或者组长 是谁 不是 他说信的人必有神即其事 随着他们 主要是讲到 守岸病人 病人就好了 所以你看到 神给我们 这个权柄 神给我们 这个能力 但是我们很少用的 我们在家里 如果是做父母的 你的子女 或者你的妻子 重复病了 谁说他祈祷 就是你 你说他祈祷 我说他们祈祷 奉耶稣的病 叫他病 好了 分离 所以这个就是神给我们 这个权柄 所以我们将自己献给神 神就刺激给我们 这个权柄 在这段的经文 就是 刚才我们读过 雅各书第五章的经文 是怎样呢 他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没有在人的身上 他有一个感觉就是说 哇 神你好像是神跟我同罪 好像是神的手抹在我 密在我的身上 这个就是一个感觉 这个感觉是增加我们的信心 比我们更加相信 神 我自己不得有信心 我都相信 你要借着人 在我的身上 要做一个奇妙的事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 自己去思想 思想之后 我们自己要去操练的 接下来这个就更加重要了 接下来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用到 但是当我们用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出于 什么的信心 什么的体度来用这段经文呢 耶稣的变相 我们是不是这样祈祷啊 我恩着耶稣的变相 我就得到医治了 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会这样祈祷的 耶稣的恩着变相 我得到医治 这段经文不但出现在 二卓斯就是教育 他都出现在 在身欲的彼得全书 都看见同样的经文 他说到什么 哪知他为我的过分受害 为我的罪业 因他受的认法 我得平安 因他受的变相 我得医治 这段经文真的很漂亮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背 我们背在我们的心中 神啊 耶稣恩着你的变相 我得到医治 耶稣恩着你的变相 我得到医治 哇 一只念 一只背 一只背 圣经的话是这样的 圣经的话 你要知道 怎么样发生 在你的身上 这段经文 不是单单在你的口中 是在你的心中 从你的心发出来的 就好像有些人 他说 我爱你 你知道这个人是有口无心 我爱你 你没事了 我原容你了 你知道他是有口无心 但如果是出于他的心 他说 我爱你 没事的 我原容你 你会知道 他已经原容我 你知道这个人是真的爱我 你会知道 因为是从他的心发出来的 所以神的话都是这样 要进入你的心里面 当进入你的心的时候 你用这段经文 就不一用了 这段经文是属于你的 那我们怎么来思想这段经文呢 我问一件很普通的事 我们都信了耶稣 你信了耶稣了 你信了耶稣的什么 你的罪在哪里 你的罪现在在哪里 在十字架 耶稣说 因为他为我们的罪 定死在十字架 他流出一些补血 使证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你的罪在哪里 在十字架 在耶稣的身上 现在我问你 如果你有病的话 你的病在哪里 刚才耶稣说的什么 因着他的什么 变相 我们就得到医治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病 交在哪里 放在耶稣的变相 他的变相就好像一个吸铁 就是把你的东西完全吸了进去 你的病也好 什么病也吸了进去 所以因着耶稣的变相 我们得到医治 就是说到 我的病 我的一切的问题 现在在哪里 在耶稣的变相 在他里面 如果人家问你 你的罪在哪里 在十字架 你还有没有罪 没有 耶稣已经大退了 大退了我的罪 已经没有罪了 现在人家问 你的病在哪里 在耶稣的变相 所以我们要思想 我们如何将这个病 够在耶稣的变相 在耶稣的身上 这个就是我们 很多人思想的时候 我们思想他的话 但是没有将他的正义 信入我们的心中 所以我们就 说一只说一只 重复的说这句经文 但是很多时候 好像没有得到医治 我们今天就是 我们要求神 帮助我们 要思想这段经文 求神 让我们经历到 不论是大病 小病 不论是什么事 当我们用这段经文 祈祷的时候 我们的思想里面 是说到 是思想到 我的病 已经在耶稣的变相 已经不是属于我的 是在耶稣的变相 因着耶稣的变相 我就得到医治 是否很简单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我们要进入这个经文 就是我们要用一些时间 我们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 好好的祈祷 来到神的面前 来思想神的话 求神给我们 将祂的话 能够 就是融化在我们的心中 就是属于我的 这段经文是属于我的 好似我们说 你的罪有没有得到射面 有 当你的罪得到射面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 平安 我当然没有罪了 我很平安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因为这段经文 已经属于你 耶稣的十字架 已经代替了我的罪 我的罪已经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就得到平安 因为一个没有罪的人 就会得到平安 一个没有罪的人 我们就能够 坦然无惧 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你祈祷的时候 你感觉到 神你好像在我的面前 这个就是我们 坦然无惧 来到神的面前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闭上眼的时候 好像很可能感觉到 神你和我同罪 好像很可能知道 好像神在我的面前 因为我们没有粗恋 你看大卫 他一祈祷的时候 他就知道 神你会听我祈祷 大卫祈祷的时候 他就知道 神你和我同在 所以我们就要进入 这样的一个粗恋 之后我们要看这段经文 神的话是一个很重要 我们要怎样将神的话 进入我们的心中 就是我们要专注 我们要密想 我们要密想神的话 密想很重要 就知道吗 密想就是怎样将这句话 化成你自己的 这个就是密想 在密想里面 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密想神的经文 很多时候我们就 好像是背神的经文 我恩在神耶稣的边相 我得到医子 恩在耶稣 好像是背这段经文 其实不是这样 当我们密想这个经文的时候 就是说到我要和神 用这段经文来交通 神啊 你说 恩在你的边相 我得到医子 你跟我说 我怎样会得到医子 你帮助我 让我进入你的边相 让我的病 怎样知道 在你的边相里面 得到医子 这个就是密想 就是在你的思想里面 你就和神有一个交通 你问神 求神给你一个答案 很多时候 好像你没有听到神的答案 但在你的心中 可能有些东西 神会和你说一些东西 所以你会感觉 就是你 我们摆摆 这个就是灵修了 就是我们摆摆灵修的时候 摆摆密想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 神就直着 这段经文就和我说话了 神就比我更加清楚 神的意思 比我更加清楚 神的旨意 比我更加清楚 神的做法 好像大卫 这个诗篇 三十九篇 第三章 他说什么 当我思想 神的话的时候 他的心就怎么样 烧起来 发热了 就是说到这句话 在你心中 就起了一些作用 就是神的话 在你的心中 所以我们思想 神的话 不是单单背神的话 是中神的话 怎样来思想到 进入你的心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的密想 灵修的时候 我们真是 天天都要这样来问 跟神有这样的交通 你要跟神说 神啊 到底这段经文 是说什么 到底这段经文 是给我什么 的启示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要将神的话 我们说 食了在我们的心中 食入去 这个我们真是要求神 帮助我们 专注在神的身上 密想神的经文 靠神帮助我们 开始的时候 好像是不容易 但是当你慢慢慢慢 你这样密想的时候 你就越来越感觉到 好像不是挺艰难 好像 我们读书也好 当我们读书的时候 我们如果背这个书的话 你一直背着背着 你很可能明白 但是如果你去了解 这部书 它说的是什么 你就很容易 将它书中的意思 背在你的心中 我们读童诗 或者诵词 我们读的时候 很多人都很喜欢背 当你背的时候 你就是知道一个念法 但是如果你是明白 它的意思的话 你将这段诗 背在你的心中 就很容易了 所以我们背这个诗篇 都是一用 好像二十三篇 我们或者背圣经的经文 都是一用 当你能够明白 这段经文是属于你的 这段经文就是 永远在你的心中 所以有些经文 你问我 为什么你记得这么清楚 不是我记得很多的经文 是因为这段经文 在我的生命之中 发生了一些事 我就将这段经文 成为我的 所以你要我翻译什么 我一打开圣经 我就有这个经文 出现我就做得翻译 因为这段经文是我的 是我摆摆去思想 是在我住感人的时候 发生在我身上的 所以这段经文就成为我的 所以我们要日夜 来思想神的话 专注在神的经文 当你这样思想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怎么样 我们就能够看到 神的意志 就进入我们的心中 这个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神的意志 所以我集中的就是神的意志 的经文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到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 人非有信就不能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都有信心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这个就是不用疑惑的 所以很多人来祈祷的时候 有些人就蜂蜂了 你们一定要有信心 有信心就得到意志 其实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免除去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今天没有信心的话 我不会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因为我有信心 我就来到神的面前 很简单的 所以这段经文就跟我们讲到 你有信心 你是有信心的 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 你来求神 神啊你医治我 就是说到你信他 想赐那尋求他的人 所以你有信心 你知道你要求神医治 有了 这个也有了 所以这个第一个 很重要的理由 第二个就是 你相信神的话 因为神的话是有能力 所以你知道你读了神的话 你就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医治 第三个 我知道 我们有些人 可能需要多少信心 就拥有物 这个就是我们会 我们会操练 在我们每一个 医治的祈祷会 我们都会操练 就是拥有物 当我们拥有物 就是一个感觉 哇 神你好似是你 按手在我身上 多点信心在你的身上 第三个 第四个 就是说到 耶稣的变相 耶稣的变相 我们得到医治 这个我们一定要去思想 就是你 怎样得到这个救恩 你怎样知道你的罪 已经在耶稣的身上 同样的 你要知道 你的病 已经在耶稣的变相 耶稣 为什么要受这个变相 因为是为了我们的病 耶稣 为什么要受这个认法 是因为 为了我们的平安 所以这个是 我们要去思想的 当你思想 你以内而明白的时候 你专注在神的怀疑 我们就慢慢会看到 神的医治 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真的要求神 帮助我们 给我们有这样的经历 我这几天 为什么我会这样的思想呢 因为我病 冠病 中了十天的时间 我就在家 十天的时间 思想这段经历 我就跟神说 神我将这个病 交到你的手中 我就不用去 抛留你去 在神的手中 我就相信 神会医治 其实 我都没有把握 说 今天能够翻译 因为当我们去刺的时候 我在第十天 我去刺的时候 都是两条线 都是两条线 在大陆 我试试 就看到一条线 等会我还要去 第二间教会去分享 我看见一条线 我说 神教他们 我都没有通知他们 教会就没有上官了 如果我不行的话 震个底下 我顶上来 我就不用怕 但是那间教会 我就没有跟他们说 我就跟神说 神你自己医治 很多时候是这样 你不定 今天 你是看见一条线的话 明天都是一条线 不要定逐 有些人 今天一条线 明天两条线 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跟神说 就好像这段经文 神一着 耶稣的边相 我就得到医治 我将这件事 完全交给耶稣 所以我自己都要操练 很多很多的事 慢慢地操练 我都靠神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这么操练 我相信 神会在我们当中 医治我们每一个人 身上的病 所以靠神 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 就是他的怀疑的能力 给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得到医治 阿们 好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祈祷 我们一起起立 所以今天 既然我们分拥了医治的话 我也要奉耶稣的名 要医治在我们当中 有需要的大兄姊妹 所以等一会 我们有需要的大兄姊妹 你出来 我们就为你祈祷了 好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天父 祝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的怀疑 每一句都带着能力 求主你 亲自 借着你所 给我们的怀疑 你亲自 医治 在我们当中 凡有需要的大兄姊妹 主要我们 是盼着信心 来到你的面前 求主你 亲自 按手 在我们身上 求主你 亲自 分别 每一个人 求主你 亲自 完成 你的工作 看到你的荣耀 在我们当中 我们中以下的时间 所有大兄姊妹 有需要的 教会在你手中 我们今天同心祈祷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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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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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